主持人,如果你把外国针丹 我们现在去发现了一些竞争性的计划 我们现在来到的来 有一个有很新的 这个很有趣的 把奥斯斯巴我们的历史现在有了 定义 因为现在 原住民纪现在立委现在在那里 我们也在建筑竞争训练的计划 我们的阿姆萨丹在我们的这样子 在他现在有了原住民族 那里面现在在那里 在奥斯斯上我们的 古老代现在城乡差距 国家里面是我们的 有个中央机关 那里面也有了 有先后我们的办理 也原住民族部落的建设 那里面有我们的计划 但是我们的计划 我们在现在竞争训计划后 我们的计划进行审议 我们的意思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我们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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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单基础建设计划 可行性 有点一个报告 定义 经济委员会 前单基础建设 特别条例草案 因为现在出生了 会儿像我们的开机 但是如果在这儿 在这儿做事 我们的计划 没有人的现在 就前单条例 但是如果没有人的 现在竞争性计划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代入海上 我们的计划 在这儿现在出目到 有关有 或者现在城乡建设 另外高金属美 现在我们的计划 而现在的竞争性计划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现在原住民地区 在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现在城乡差距 原住民地区 事实上不能够用 竞争型的计划 因为起跑点不一样 竞争型的计划 我们就可以知道 现在地方政府 长年已经是负债的状况 所以当我们用竞争型的时候 必须地方政府要配合款 这个就是长年以来 公务预算 为什么在原乡 或偏乡地区 不公平的地方 这个关于计划的争计 我们严明会过去 跟现在未来 都会努力来争取 任何立委政天才 用大牙齐 等于版本的一些 潜担条例 我们在大山山 中央机关 也在这儿 优先化 我们在这儿 办理一些原住民族部落建设 我第三十个月 在竞争方式后进行审议 因为你的条文 还有你的计划 都提到竞争 竞争式 竞争型 一家主委 竞争型我们就没有了 按照单价成本 我们就没有了 所以我的条文 特别提到 不应以竞争型 跟原住民的部 涉及到原住民族的部落的时候 尤其是自来水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 自来水的部级 这么低 这么低 国发会 现在有定的当地的立委 是有求的当地和 会计划 有没有人在中央 没有说到一些 子侠市和县政府 那些人的部署办法 有些当地的 是咱们在 跟中央的部署的比例 在这儿 都变成了九成 而这个原住民地区 现在我们在哪里 有哪里 有哪里 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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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对自家市集 县市 这个补助的办法 那那个办法里面是规定 就是说 中央补助的比例最高 不能超过九十百分 但是它也有一个附带的部分 就是说 特别对原住民地区 如果一些重要的计划 或者是经过 院的 核准的 就不再此限 本来说 原住民的立委 他现在 原住民的一些建设经费 但是 他现在资源这些 对现在总体经费 百分之二 国家有区的中央 就是我们的 编列原住民的相关经费 到那里面 对我们的合乎比例原则 我们的说 原住民的基础建设发展 我会不会真的变你 感谢观看